加盟店商业评论调查显示 美国整个连锁领域的普通加盟商 每年就可以获得近10万元的利润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盟店的形式 自己当老板 为了迎合这种趋势 每年南加州的陈县都会举办西海岸加盟店大展 今年有近200家齐聚一起 欢迎各类人士加入投资 开展加盟店的事业 在美国有非常多的加盟店 比方说麦当劳 肯德基或者7-11等等等等 但是在美国有多少华人的加盟店 在美国开设呢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西海岸的加盟大展 一起带您来看一下华人的加盟店 走进西海岸加盟店大展 每一家业主都使出浑身解数 不论是色彩鲜艳的背板 还是展出自家独特的产品 为的就是可以吸引到更多人 前来加入他们的加盟店 而南加州起家的华人饮品店乐利杯 想法独特 让参展者个性化调制自己想要的饮品 引来很多人驻足品尝 经过一定时间的整合以后呢 革新以后呢 我们叫Lolica Fresh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我们的新的slogan是 Freshness you can taste 希望我们把更新鲜的 新鲜制作的drink 还有新鲜prepared的这些food 呈现给我们的客人 而另一家华人加盟店 是名为共茶的台湾饮品品牌 自从2013年打入美国后 先后在北加州和纽约 连开多家店生意相当红火 这次专门前来呈现展出 希望2016年就可以开电影课 让更多人品尝到他们新鲜的茶类饮品 我们非常讲究我们是新鲜现主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我们都是开店前 我们就会先备好新鲜的茶 然后珍珠的话也是当天现主 那我们的特点是 我们非常讲究我们的那个有效期 我们的新鲜茶跟我们的那个珍珠 都只有四小时的有效期 加盟店的内容多种多样 不光有食品的科技的甚至还有宠物的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在14号周六之前 来到Anaheim Convention Center 探索一下您的投资机会 东森新闻李宗阳 孟子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